我今日会宣布全港的幼稚园和小学需要暂停免售的课堂 一直到农历新年的假期后 香港进入第五波疫情 为了防止Omicron变异株持续扩散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新防疫安排 包括小学及幼儿园等暂停实体课程 非核心抗疫部门公务员在家工作 香港面临Omicron侵袭之际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香港区代表洪维明的生日宴 群聚风波持续发酵 初步调查显示 当时出席者多达214人 比当事人的说法多出一倍 且可能超出餐厅容量 此事引发香港社会极度不满 外界紧盯港府是否会秉公处理 香港爆发Omicron疫情 也让航空供应链濒临崩溃 非航禁令使得空运运能降低 亚洲空运龙头国泰航空 运能只剩下20% 香港陷入紧急状态 掀起物流之乱 下周起北美欧洲线 恐怕会出现飙涨趋势 而在台湾空运链 受惠与转单效应 预估将反映在第一季业绩上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